每次吵架以后都是他来跟我和好 我很爱面子我就觉得 男人不应该低头啊我没有错 然后我就不满含热泪的 把他的手交给我 我非但没有照顾好他 我还弄弄伤了他的手 现在他的手几件都是断的 我现在手都伸不直 然后我就说老公我手指断了 我求你了我错了 我们停去吧好不好 他那一分钟他看到我的手他才瞬间清醒 老婆刚相识的时候你跟我说 我的胸怀像大海一样的宽宝 没想到 我不是大海 我把自己 我真的出水宫 谢谢你来了 敬请关注 有请主持人 涂磊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涂磊 参与节目评论 报名参加节目 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谢谢你来了 官方抖音号和快手号 来了 我们重温一下三位老师 他们分别是心理专家 白燕怡 媒体评论人 石树思 重庆卫视主持人 柴子路 好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run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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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死人 弄不了 我们离婚 直到那天 她向我提出了离婚 我才如梦初心 意识到和面子相比 婚姻更重要 婚后这四年 我感觉自己世事都不如她 我受不了她比我强 不愿认输 总喜欢和她较劲 老公婆今天新大产品 你自己没得手啊 我还要好多事情 你昨天跟我借个衣服吗 我也不是你那么努力 平安停止了 直到那次离婚风波 我才懂得夫妻之间 不该过度在意面子 老婆对不起 直到那天你提出离婚 我才放下了面子 掌声有请被制线人 义丹 图人老师好 三位导师好 观众朋友们好 我叫义丹 这是你老公是吧 对 是我老公 道歉什么 他道歉就是那个 他总要面子跟我较劲 我们家里面不是负债 就几十万吗 我做自媒体 我每天早上六点钟 早早的起来 我就要直播 然后就要那个拍视频 写文案 各种选品 反正就是蒙德 晕头转向的那种 随着我收入越来越高 然后他不但不心疼我 你赚多少钱 四到五万 现在 就比以前高很多 他呢 偶尔帮我拍拍视频 偶尔的 然后那个就是帮我去拿到包裹 然后就是打扫一下 家里面的卫生啊 这些 而且呢 他还特别喜欢玩手机 就爱到什么程度呢 去上卫生间 他要端一个那个小板凳 一起进去 然后放个小支架在上面 还有个支架 然后就把那个手机 放在那个什么支架上 然后就一直刷 边刷边上卫生间 那至少是半个小时以上 每次出来 他腿都会麻的那种 洗碗的时候呢 他就干嘛呢 他就是 边洗碗边刷手机 那个手上有泡沫了 他就插一上 然后又刷 刷了又洗两个碗又刷 然后就感觉 他感觉他每天都很忙 其实他就是每天都是 边刷手机边做事 然后其实 事儿没做多少 然后就是 对这样耗过了 我这边能力强了 然后他还在那边就是 特别心理不平衡 他就觉得 他一个男人靠着我 然后就是这种较劲 较劲到有一天 我就实在爆发了 想跟他请离婚了 哦 掌声有请至线人赵南江 托磊老师好 三位导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叫赵南江 你管钱啊 对 现在家里有多少钱 存款有多少 现在 说老实话 负债快还清了 负债 人家一个月挣四五万 怎么会负债呢 你弄的 对 是我弄的 他挣钱 你霍霍 对 站起来 今天就站着聊吧 对吧 你辛辛苦苦挣钱 他给你霍霍 现在还负债 他不应该站着聊吗 也不是 因为站不站着聊 坐着聊 坐着聊 心疼啊 你自己选择 站着还是坐着 站着 听见没有 因为他改变了呀 他要选择站着 你让他坐呗 那你坐吧 老公 真坐啊 听老婆的话 日子才过得好 你以前怎么不听老婆的话 以前执迷不悟 特别爱面子的一个人 就是今年的二月份 他本来工作已经特别忙了 每天都很忙 睡得很晚 洗得很早 我看到他那么辛苦 不但没有心疼 反而跟他较劲 然后那一天屋子特别的乱 然后他过来跟我说 他就说老公 家里头怎么乱 那么你应该搭烧也好了吗 不然我正好扎个破十瓶 然后我听到他这样的倾诉 我非但没有理解他 你怎么回答的 然后我就说 从来都是你来要求我 我从来不会去要求你 然后他跟我说 如果我现在我们家里面有那么高的负债 如果我有时间的话 我自己就去打扫了 不用你来打扫 但是我还是气不打一出来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 你莫名的自信 对 我还真的就是莫名的自信 普信 简称普信 对对对 然后我就说 你挣了两个钱 你就了不起了 我又不是你的奴隶 你要来指挥我 然后这个话就很刺痛他 然后他就说 我死哪个能奴隶 拉个来自会 我们这个欠要扎个换 然后我们就吵得特别的大 他跟我提出了离婚 甚至谈到了我们二宝要的抚养权 因为我们是一个组合家庭 离呗 我没有想到去发展到这一步 之前怎么去争吵 都是他来向我低头 又哭了 知道老婆要丢了 对 想哭了 不哭 不哭啊 没有资格哭 耶 这话不错 没知道自己没资格 那就站着来 站着说 就不坐着了 都没资格哭 还没资格做吗 对不对 好好说 每次吵架以后 都是他来跟我和好 哄着你 我很爱面子 我就觉得 男人不应该低头 我没有错 他跟我提出了离婚 我回忆起来 我在我 结婚的当天 在我岳父面前 心思淡淡的说 我要给他幸福 然后我绝夫 满含热泪的 把他的手交给我 我非但没有操顾好他 我还弄弄伤了他的手 牵着他的手啊 金都基建都是断的 基建都是 你弄的 我弄的 你伤的他 对 所以今天我想 当着土耐老师 和三位导师的面 还有所有观众朋友的面 郑重的跟我老婆一单 倒一个钱 希望能获得他的 亮节 从哪说起 先让我老婆一单说吧 你先缓和一下是吧 对 我先缓和一下 你坐吧 坐吧 哪一年认识的 我们是18年认识的 我是一个 二婚带着孩子的女人 你是二婚 她是头婚 18年的时候 就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把我的微信加给他 然后让他来 先加了我 加了我的方式 他就说 咚咚咚 小新鲜女在家吗 就这样 当时觉得挺有趣 然后我就觉得 这会儿你多大 那时候就是30岁 离婚了 带着孩子 对 孩子多大 孩子的话那时候9岁 你就是看上去人家长相是吧 是的 然后我就跟他说 敲门的人很多 凭什么给你开门 然后他回答也挺有趣的 他说啥 他说我没在正门下 正门的人多 但是我从侧门敲 哎呦 他习惯了走后门 然后我说那你就进来吧 就这样子就聊起来了 因为就是我离婚的时间 时间比较长 我离婚了好多年 然后就期间也有过 就是让我心动的人 然后就是也有谈过 对方条件也挺好的 但他说了一句话 他就说你要是没有女儿就好了 嗯 那说这样的话的话 我也我就接受不了 因为做一个当亲母亲 他说你要接了我 你就要接了我的孩子 这肯定是必须的条件 所以的话就不娘了之啊 然后就是我我就因为这件事我也挺挫感挫败的 当时我就问他 我说我是离婚带孩子的女人 那时候开酒吧亏了差不多30万 就是当时你带着孩子 嗯 一个人 对 不债30万 对 然后我就就告诉他了 就到我年家 对我告诉他了 他什么反应 当时就聊着聊着 他就突然没聊了 就停了一会儿 不像以前要描绘 然后一会儿以后他就说 他如果说喜欢这个女人 爱这个女人的话 他就会爱不及乎就会选择 去包容这个孩子 揭露这个孩子 然后这还让我觉得挺挺温暖的 因为对一个单亲母亲来说 这就是唯一的软的 就跟他又继续聊 然后这个月呢 大家都很坦诚 他也坦诚地告诉我 他是一个专职司机 就帮别人开车嘛 因为我发现他聊天的时候很真诚 每次发过来都是一大段一大段的话 说话也是很有主题的 然后说话的内容呢 都是谈及家人和孩子 所以我知道他很重视家人和孩子 很有爱心的一个妈妈 然后我呢 我自己也是这样 从这一点上 我们的那个价值观是一样的 聊得很投言 然后我们就相约着去见面 然后我们见面以后 我老婆穿着一件白色的那个衬衫 一条灰色的一个高腰的喇叭裤 在人群中显得格外的亮眼 然后那种气质是一种清冷的气质 但是见到我的时候 他居然脸红了 而且心还跳得特别厉害 为什么呢 我也觉得奇怪 我就说他一整理不咋的 咋了 当时真的是脸红心跳 就感觉特别亲切 好像是认识很久的人一样的那种感觉 反正感觉特别好 特别心动 然后我就脸红 真的是脸红 都不敢看他的眼睛啊 一点都没吹牛 然后我就在跟他的这个过程当中 相处下来 相处的还挺好的 然后我们又约着第二次见面 第二次见面 我们去吃了一个西餐 吃饭的那一次 他跟我透露 他以前做过很多事情 开过酒吧 开过餐厅 赚过不少钱 当时我心里面就有一点发怵了 我就觉得 我毕竟就是一个打工仔 我一个月也就五千块钱 怎么跟他在一起生活 然后我就有点没有信心了 直到他后面又跟我说 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 我还有一笔三十万的外债 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偿还吗 我当时一想 哎 机会来了 我刚好有一套房子 在我们取经那个地级市里面 有一套房子 刚好价值三十 三十多万 那干嘛 我就 我说我把房子卖了 我帮你去还这笔债 哦 他当时一听也是觉得 好像 像个小孩一样的 是不是老婆 哦 对 但是我觉得你很真挚 就是这样子 那其实这个钱的话 我不是真的是欠谁三十万 是欠我爸爸三十万 爸爸跟我说过 可还可不还 所以他的 这次试探让我可能信心倍增吗 觉得我跟他的距离 好像没有那么大了 毕竟就说没有 就像以前的那么多的钱 现在还付的债 我刚好还能帮帮他 也体现了我的价值感 可能普兴男的这种 那种普兴又体现出来了 我又有信心了 跟他在一起出去玩 吃啊喝啊玩啊 都是我来买单 我没有那么高的收入 但是我还还要去打肿脸 去冲胖子 会去买一两千块钱的 斯化洛斯奇的水晶项链 买一些什么 他都用不着的什么 什么JBL的音响去送给他 就感觉 时不时的都要送他点礼物 这个心里面才过得去 那大人小心女吗 对对 我就觉得我找那么漂亮的一个 女朋友 我必须要体现我的价值 实际上我是在硬撑 哦 直到有一天我工作的地方是在昆明的1903 然后我老婆是在城贡 我们相隔20公里 我当时没有车 我就要去租一张车来开 然后我有一天我把它送回家里面了 很灰暗很狭窄的道路 我在挑头 突然开了一张宝马车过来 开着大灯闪我 但是我毕竟跟他谈恋爱嘛 春风得意的 我也不想去计较那么多 我就继续挑头 后面才听我老婆跟我说 那个是其中的一个竞争对手 条件也是特别好的 开着很多家超市 因为这件事情以后 对我内心里面也是 造成了一些打击 我就觉得 我条件那么差 我要跟他在一起 我必须要维持住 然后我就 面子要撑住嘛 我当时那种 就是又没能力 又又又要崩面子的那种感觉 我就把老家的这套房子给他卖了 卖了34万 我就觉得 他不能 他出行 需要有张车 为他遮风挡雨的 我就买了一张 13万的日产宣议 所以那个时候 就是形成了一种状态 就是 我 我这个 没有能力 但是我必须要强大起来 我必须要把这个面子给他撑住 你为什么不嫁那些竞争对手呢 不是因为就是 会提我女儿这事 我就不想考虑 他对你女儿好是吧 我女儿直到现在跟他关系 就是比跟我还亲啊 对 他会走进我女儿的心里面去 研究我女儿喜欢什么 看什么样的漫画啊 喜欢看什么样的书 一直就好 一直都好 从未变过 这谁啊 这我外婆 你外婆 对 这谁背着你外婆 我老公啊 他对我全家人都很好的 就因为这些事感动着我 就很多人他办不到啊 他就算很有钱 他就算怎么样 但他这样子肯定是办不到的 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因为我这特别爱面子 跟他在一起 我就觉得我必须要撑起来 所有的花销都都特别的大 我们相识几个月以后 我就为他筹办了一场 那个那个求婚 求婚的那种晚会 也是买了一万五千块钱的一个钻戒 请了我的所有的亲朋好友 那也是花了不少钱 然后跟他举办了求婚 就很愉快的在一起 但是我后面我老婆怀孕了 怀孕了以后 开资也是特别的大 而且他身体不好 每天都要打保胎针 我那个时候我就工作的时候 我随时都要请假 我就觉得工作也干不好 也不能照顾到他 我心里面就特别的慌 然后我就辞职了 辞职了以后也没有什么收入 然后在昆明那里生活 开资也特别大 所以那个时候的 所有的开资都是 都是我来 然后回到老家以后 我就觉得 我老婆虽然是二婚 但是我也应该给他一个 体体面面的一个婚礼 5月18号的时候举办婚礼 我找了很多的豪车 那些去办了一场婚礼 花光了我 卖房子的所有的积蓄 还有结婚的礼钱 那个时候我们实际上 已经没有钱了 19年的10月27号 我们的小宝出生了 我们的小女儿出生 当时生产的过程并不顺利 我老婆因为投胎 她也是抛妇产 相隔的时间太长了 第二胎她是子宫粘连 导致大出血 当时我在外面 手势室的外面 等她的时候 我都是忐忑不安的 因为跟她同一批 进气的已经出来了 我老婆的时间特别长 好像两个多小时 把我喊进去 签字都签了两次 然后这个过程 也是特别的心累 然后我老婆 也是受了不少的苦 后面因为这件事情 还烙下了烙下了那个 那个病根 很长时间都医治不好 就是 就是会会会会 会有流血的这种状况 当当时也是父母要问我 有没有钱 还有她的爸妈问我 有没有钱 我都说有钱 我都自己要撑住 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是在刷信用卡了 就婚前 她是一个 特别要撑面子的人 对婚前她就是婚前你发现了这点没 我发现了 婚后呢 婚后基本上她也炸的差不多了 没钱了吧 婚后的话就是都基本就没钱了 那怎么办呢 她婚后没钱的话 然后我那时候我已经是 不是已经生孩子了吗 生孩子我的身体也一直没再恢复 那家里谁来承担开支呢 她承担啊 那她怎么承担呢 说信用卡 蛮重 我一开始是蛮重 我是后面才知道的 我去以为你钱还没有完 因为我这个人对账户是一点都不清楚 我们家账都是她管 直到现在也是她管 我就一点都不清楚 然后后面就 才知道她刷信用卡 怎么发现 就是因为我孩子家住院 孩子就是新生而肺炎嘛 然后她就去刷信用卡付钱 我知道了 欠了多少钱 不知道 那时候我都不知道 所以你生气吗 发现她刷信用卡 没有 也不生气 对 我觉得这个一起承担 但是后面的债务越来越大了 像滚雪球一样的 因为我是以戴养戴嘛 就是拆东墙 补西墙的这样 就不断的就去滚 到翻过年的时候 已经滚到了快20万了 那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矛盾没有 然后后面我老婆她就提议我去 那个现在都欠了那么多的钱了 要不我们去摆摊吧 因为我们的学历都不高 也没有什么技能 然后当时我还在死撑着我的面子 我就说摆摊多丢人啊 但是我又担心她 然后自己本来又还不上债了 然后我就跟着她去了 然后摆摊的时候 她就是很辛苦的那种 我们当时在我们取经那里 有一个叫外摊的地方摆摊 她穿着旗袍穿着高跟鞋 一战就要战一天 但是我们的辛苦也是值得的 我们是那一条街上生意最好的 但是即便是这样 我们的债务也还是还不清 我们过程当中也是会产生很多的争吵 我就是那种大男子主义的 我就觉得 我觉得这个好看 我是男人 我觉得好看 她也觉得她是女人 难道还不懂女人吗 然后我还要去跟她去较劲的这种感觉 就是我老要体现我 我很强 然后 那事实上证明谁对呢 最后也证明她是对的 因为她自己穿着旗袍 自己去卖 然后站在那里 就像那条街上很美的一条风景线 她的很多那个顾客的说 哇 以前买你的衣服的时候 就想去看看你 觉得你穿的旗袍好漂亮 好羡慕你 所以我也想买一条穿穿试试看 所以在摆摊人的过程当中 你没起到什么作用 不但没有起到作用 还起到了反作用 第一是跟她会有争吵 终归是作用嘛 还是起到了作用 还有一个那种反作用 就是别人看到老婆长得也还漂亮 然后就会来调侃两句 一个男的 我们卖的都是女装 没有任何一件男装 他就会过来 这个衣服怎么卖 我买去给我妹妹 买去给我媳妇 就像这样来调侃 特别受得了吗 就是受不了 受不了怎么办呢 一部分变成内耗 自己的精神内耗 一部分变成了情绪宣泄给他 就越无能的男人 脾气越大 越爱面子 特经典 你认可吗 我认可的 就那段时间还挺委屈的是吧 对 挺委屈 因为我每天站着 穿高跟鞋站着的话 就是站好几个小时 太阳越大 紫外形越大 然后那时候蚊子有多 腿上老是被钉 你觉得丢人吗 正常赚钱为什么丢人 你们家条件怎么样 我们家人家条件一般吧 一般 我爸爸是公务员 我妈妈就是之前也是自己开餐馆 你以前为什么也摆过地摊呢 就是因为我坐酒吧亏了 欠上我爸的钱 然后我就觉得在家里 你经历还挺丰富的 对 就他属于那种就是 你要张罗什么事吧 干地摊啊 拍视频啊 他都能够 就心眼比较大那种类型 没心没肺那种 对 是吧 是这样的 然后性格也很值的那种 你是什么家庭啊 你是独生子吗 我是独生子 普通家庭 就是特别溺爱我 特别溺爱 对你爱成这个样子 就是从小时候 我最记得我爸是那个 他是采购员嘛 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物资是很紧缺的 那当然 采购员是很紧俏的 所以有什么好吃的 好玩的 好穿的 都是第一时间就买给我 养成了我感觉就是 什么东西都好像很容易 就能得到满足 但是自己的能力 又达不到的那种 那摆摊够还债吗 不够还 不够还债 不够还怎么办呢 后面就是那个 我们就天气冷了 也就没摆了 然后我就想着 因为去找其他工作 取进那边工作太 工资太低 你做销售肯定厉害 对 我们就是去卖房子 怎么样 你卖的怎么样 房子 房子的话就是 因为确实也不景气 那边房子也不好买 但我去了第一个月 我就 开单了 那边租大王 租房子是最多 他呢 他的话就是 第二个月还是卖了他房子的 因为他这个人很实价 然后人家还是挺相信他的 就感觉他很实诚 后面 这个房产中介 不是也不赚钱 就没有干了吗 没有干了以后 我就觉得短视频 这个势头比较好 我就提议来做短视频 然后做短视频的过程当中 还是产生了很多的矛盾 他让我去扮演那种就是 呃 唯唯诺诺去讨好自己老婆的男人 呃 然后我就觉得也是没有面子 你想拍哪种 你想拍那个霸道总裁行 也不是霸道总裁 我就就拍成那种很爱说教的 我教别人怎么夫妻相处之道的那种 实际上自己都一记鸡毛 来来来来来 你们俩到这儿来 我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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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把你的段子说一下你们俩来一段我看看 又演一个伟爱性的来解决夫妻知道的怎么演来你不是想演这个吗 夫妻之间要和谐相处要和睦相处啊不要去争吵不要有什么婆媳矛盾 婆有婆媳矛盾了男人就是那一个调和技去润滑技要把这个事情给他处理好我当时在视频里面扮演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设 非常的道梦安然 现场也演不出来是吧 现场也演不出来 有的 有视频的 那个有60多万粉丝 那张好 老公 能不能预支下个月的零花钱跟我呀 你已经预支了下下下个月的零花钱 你钱都花哪儿去了 你用的才有一点多吗 你都预支了几个月的零花钱吗 我用的钱怎么了 我当初嫁给你可没有要你的一份彩礼钱 就你这用钱的速度 这几年已经远远超过彩礼钱了 那又怎么了 你知不知道政府严格限制家庭主妇花钱是属于家庭暴利 你都说了是严格限制 我一个月一万块钱的工资给你三千块 剩下的七千块我也没乱还 那是一家人的开支 还要还车贷还房贷 我严格限制的是我自己 你知不知道我在公司时长都多少个月没吃肉了 你看看我这个袜子 破洞了我都舍不得认 不当家不资柴米油盐贵 就树立你的好形象 对对 在家里的模范丈夫 对对吧 节省 持家 对 这也就是一拜金女 对 你就想拍这样的 对 说 写文案谁写 我写 写文案是你写 他干嘛呢 他只负责拍 他会剪辑 一开始他帮着剪辑的 他工作还算配合你吗 就是有时候配合 有时候不配合 那你们在拍视频的过程当中 矛盾最激烈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有一次他改文案 他不洗文案 然后他越来改我的文案 然后我就说我这上面 几千万的播放都是我洗的 我知道爆点在哪里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就不要改了 这个账号我知道怎么做 他就说是你了不起 你做的账号 钱都是你赚的 怎样的就这样子说 然后我当时也意识到自己说话 确实是有点那种 但是我也还是挺委屈的 因为我觉得自己 每天那么努力 他就一直看不到我努力的地方 然后稍微有一点什么 他就各种那种指责 但是没办法 我必须要拍 因为他赌气不拍 他就不拍就算了 然后我还得去哄他拍 因为想想要继续赚钱 日子还得继续过来 这个视频收益 钱不稳定 不够还价 每个月就是最高就两三万 然后低的时候就几千块 然后就没办法 然后当时的话 就特别着急 如果再不还的话 可能就会涉及到人家 要来要请 逢子的可能会 那个老虽的话 我们就把车卖了 去珠海投奔他的朋友 四月份的时候 然后就是 我记得那一天 他朋友专门抽空出来 就跟他说 就说你这个视频的话 要怎么做怎么做 让他尝试一下 他就当时答应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他答应做了 可能还是会去照着做的 那总算是能看到的希望 但第二天早上起来 他还是继续刷他的视频 不去做 我当时就 特别特别的崩溃 过两三天要还一万多 我们身无分文啊 那段时间 视频经历也不好 早上起来头很痛 但是我还是起来 把文案洗 早上洗了 然后我出来 我就叫他 我就说 拍视频啊 我老公 拍视频啊 他当时就 由来晃去的 没怎么理我 我说这个视频到底拍还是不拍 然后他不拍 他身体比我还大 特别的痛苦 我就感觉 这个婚姻把我 抽底的抽底的 拉入身边 起不来 然后我又不能离开 因为 我不能想把家没有父亲 或者没有母亲 我不能再犯这种错误 毕竟他是爱孩子的 我说这种想法 然后 我就进去 我就进房间去 我就抽底就 不管了 我说如果你的不管 到时候如果 还不债债务 那时候是你爸妈的房子 我天天替你焦虑 有屁用啊 你的不管 我也不管 我不管了 然后到 小五五点 我又住不住了 我就觉得不行 马上还债了 怎么办呀 我们出来 孩子又丢走 然后父母 那么年纪大了 还帮我们带着孩子 我说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声音是颤抖的 我清除激动 我手一直在发抖 我这个视频 你拍还是不拍 我一阵子问他 他还是回答我不拍 我说那这日子 就别过了 过不下去啊 我说 当我走到门口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往回看一下 好像有预感一样的 那天真是这种感觉 我因为特别安静 我走了 他里面什么声音都没有 我一进去看 他竟然拿那个刀 在划自己的手 当时我就突然就 吓傻了 那我不能让他伤害自己 如果他再这样 继续划下去怎么样 我就 一下子就扑过去 去抢他的刀 我也不知道 我哪来的勇气 一直在抢 他像魔阵一样的刀 硬是不给我 我又抢不过 没办法 我就去抓住那个刀 最锋利的地方 他往手 划的地方 然后我就手指 我就瞬间觉得 我手指就感觉 麻了 都没有痛感的 就麻了 我现在手都伸不直 然后我就说 老公我手指断了 一滴都是血那天 我说我手指断了 我求你了 我错了 我们停滞吧 好不好 然后他那一分钟 他看到我的手 他才瞬间清醒 他就带着我出去 去打车 然后在车上 一直说我错了 我错了 我错了 一直这样子说 后来我们俩就住院了 就住院 然后当时他身上也没啥钱 只有几千块钱 他说他不治了 他没资格治 他就这样 他就觉得说 我把我们俩 伤害成这样子 我没有资格去医治 我就让他惨吧 然后他几千块钱 就给我治 但是我觉得不行 我又打电话 给我爸爸寄钱了 去治 然后治 然后第二天 我们俩就抱头痛哭 他就一直在说他错了 然后我也反思我自己 我就觉得 以后我就再也不逼他了 那我不会的 比如说 我不会剪辑视频 我不会拍摄 我去学啊 我就把自己逼来 什么都会 我就自己学 就不尽量的 就是说给他 把他要求分低一点 不要给他太多的要求 去给他压力 当时觉得自己特别没用 对不起父母孩子 对不起自己老婆 无能为力改变 现在的局面 你是对自己期待太高 但自己又完全做不到 对 在二月份之前的争吵 他都是选择包容 他都是选择原谅我和好 但是我这边呢 可能他越包容 特别是他的 越惯着你 越惯着我 他的账号做得越好 因为后面 你有本事你自己单干一个 我自己很想干 但是又干不出来 一方面行动力太差 一方面就是 可能自己能力 确实是有欠缺 去年的八月份起的号 他又起了第二个号 叫爱家的丹丹 那个时候专门展示 他的美妆夫妇 还有真实的生活 那个账号 也是我一开始 还净说风凉话 就说你这账号做不起来的 不要做了 你重新其他的账号 把这种账号谁看了 谁知道这个账号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做起来了 然后收入一下子 就增长很多 去年就是12月份的时候 那时候不是就是 新冠嘛 特别严重 就是发着高烧 然后呢 那个身上又特别痛 然后我也当时就是 为了能继续直播嘛 我就吃分泌 都来止痛去直播 然后呢 我在直播的时候 我就让他递点东西给我 那当时就不想递啊 那我当时本来就特别委屈啊 就身体不舒服 然后再加上小宝 我家小宝在那边看电视 我想爸爸他娶娶暖 那小宝那个时候 就过着看电视 他就说 我不要妈妈 不要妈妈 我当时就特别难受 我就觉得好吧 你爸不要我 你也不要我 我就觉得我特别委屈啊 然后我就说 我说张兰间 我说是不是你也不要我 我就把这个问题 问到他身上 然后他没做任何回答 就让我心特别难受 我就往外走 然后那天下着很大的雪 当我出去以后 我就一个人在街上逛逛 然后天气也特别冷 然后头痛 痛痛痛的也痛麻木了 没感觉了 因为怎么痛都没有 我的心那么痛 我很期待他有一个信息发跟我 来不然说 哎老婆你回来吧 我肯定马上就回家了 但他一个信息都没有 一个电话都没有 都没有 然后后来是我 放心不下我们家小宝 因为他半夜醒 他看不到我 他会哭的 而且我家孩子会一直哭 就哄不好的那种 除非是我在 脾气也特别拘 然后我就 到三点钟的时候 我就自己回去了 我自己回去以后 然后我以为他会 问问我 去哪了 但他没有 他 我问他 我说你就不关心 我不担心 我在外面出什么事吗 他说那句话 真的是让我崩溃啊 他说 他说 你现在能赚钱了 你就是想抛富气率啊 我担心你什么呀 你都不要我们了 我干嘛还担心你 就这件事的话 就一直麻将我心里面 很长时间 久久不能释话 我都磨正了 我的面子 比什么都重要 我感觉 我好像在捍卫 我的尊严一样的 我好像 跟他低头了 就是 就是我输了一样的 我就觉得 无论怎样 我都 我都不会去挽回他 所以就到了 我们一开始 所提到的离婚 他提出离婚 对 没有离婚 没有去 你怎么想明白的 要改变呢 今年 三月的一天 我老婆怀孕了 第二个孩子 第二个 本来是一件 很开心的事情 但是 因为我前面 我老婆的生的 两个都是抛富产嘛 然后这一个 又不巧 刚好那个孕囊 就在那个疤痕上 在子宫的疤痕上 对 就很危险 就不能要 所以我们就 我就 怀着很忐忑的心情 去陪他去医院 做人流 然后那一天 我自己也是 夜不能寐 谁知道 到天亮的时候 我老婆发了 一长串的那个 就像 就像是遗言一样的 一长串 说的大体意思就是 希望我能 好好地 照顾好家人和孩子 毕竟我们 夫妻一场 我要是放下 我的面子 以我的才华 踏踏实实实去做的话 我还是能 有一番成就 能把日子过好 不会像现在 负债那么多 因为我们 靠我老婆 一直做这个账号 她写文案 我来拍摄 然后 赚钱来还债 我觉得 特别 愧疚 特别对不起她 所以现在 我想 借这个平台 向我 向我老婆 自己深深地歉意 希望她能原谅我 她现在改好了吗 改好了 都不用我让她去做什么事情 她自己就会主动地去把 房间打扫好啊 然后那个什么的 还会做饭啊啥的 之前她都不做饭 就是她现在改变特别大 因为以前的话 我其实挺敏感 就比如我们一起出去吃饭 比如说哪个夸我 说我有本事 说你那个做的还挺不错 我一听我心里比她还敏感 因为我知道她肯定会 照顾这个事 然后现在她不会啊 现在就是别人夸我什么的 她就会说 她就说娶到我 就是她最大的面子啊 她就觉得其实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嘛 你其实把面子放下了 你才是真正的 有面子的开始 然后就会听取我的建议 给她努力 让她自己去努力 都没有拖延了 她上厕所的把手机 放在外面 都没拉进去啊 就一直在改变 就你现在可以承认 我不如她 对我就是 现在我觉得 我是承认她比我强 而且跟她和解 也跟我自己和解 家和才是万事性 再还完了吗 嗯 快还完了 快解脱了 解脱了 嗯 其实她快解脱了 就是原来一直要把自己 架在那个地方 是很难受 对对对 索性下来 承认老婆比自己强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再强不在你手上 对吧 对 嗯 先我们来听一下三位老师 他们的观后感 两位好 你好老师 老师好 南疆一点都不像 快四十的人 就特别单纯 就真的 这个可能跟被溺爱有关 我们都说溺爱不是爱是害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溺爱当中 长大的孩子 他太过于被过度的满足了 然后他就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创造出来 所以他就会发展出一种特别自大的感觉 而这种自大的感觉 他到社会上就特容易受挫 一来二去的这种受伤 和他自己内在的那个自大的那一部分 一冲突 他的底层就是特别的自卑 于是就特别要面子 所以这个不是南疆一个人的问题 这是在溺爱当中 成长起来的人 可能都要面对自己要去完成的一次人生课题 所以对于南疆来说 你知道是什么让你的这道人生的课题 得到了一个答案 其实就是爱 爱它是一个能够促进人成长的 但是这个爱得是健康的 否则的话 就很容易让人变得自卑 自大 自以为是都有可能 夫妻是一个共同体 谁也不是谁的负属品 所幸在你快到四十不惑之年到来之前 把你心里的这个惑给解开了 我相信你们未来的生活 在你们这么夫妻同心 又特别的勤奋 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 一定未来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好 谢谢你们的到来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觉得你今天不仅是来致歉 你要来好好地感谢他 是 他一直陪着你 经历了这一次非常重要的人生的蜕变 你无论你有没有遇到他 如果你想想从一个男孩成长为一个男人 你这次蜕变是必须经历的 是 个人觉得啊 最大的勇气就承认自己错了 所以你今天这一份承认 这一份低头 特别是像老婆承认 说你比我强 我就特别不容易 就是我看到了你的这个真正的蜕变开始了 我相信一旦他没有看错人 希望你们以后会越来越好 从今天开始 从现在开始 好好地经营你们的生活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就今天这举动 一旦你来为你爷们点个赞 他是个勇敢的人 对 敢承认的人很少啊 我要面子 我自卑 不承认啊 所以有个俗话 形容这类人的命运 死要面子 获受罪 你知道一个人怎么扭起来吗 你要真扁就撑 你撑不起来 面子 没人给你面子 这是道 去正面子 你唯一将来你伤害的人也是他 因为他给你面子 爷们儿不可任性 方能顶天立地 咱是纯粹男人之间对话 希望今天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谢谢你们的到来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接下来有什么话你们夫妻俩说 来谢谢你来了 老婆 刚相识的时候 你跟我说 我的胸怀像大海一样的宽广 没想到结婚以后 我就像臭水沟一样 不但不给你能量 他每天在去消耗你 大家可以看到 我老婆 曾经 虽然那个年纪了 但是他依然有少女感 因为他真的很单纯 他以前做过那么多的事情 但是脑海里面 依然是很单纯的 他希望 一个男人爱他 宠他 包容他 没想到 我不是大海 我把自己 活成了吃不水公 我希望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即便不是大海 我也是 一个温暖的小夕 可以时刻的 温暖到你 老公 我就是说老公 其实我觉得你就是大海 我觉得你现在已经是大海了 我就觉得说 其实我们俩 不存在谁强谁弱 我们是一整体的老公 就是 只是这两年 可能我运气好一点 我赚钱可能稍微比你多一点 但如果没有你在后面支持 我也什么都不是 那或许就过两年你 你那个 比我赚钱多了 我就退居到后面去 我去相复扶持你 因为我们是夫妻 我们应该相复相持的到老 好不好老公 就无论你是大海 还是小溪 还是什么 反正我认定了 这些被总的不会变到 只要你不变我就不变 来来来来 那送给妻子的礼物 我成天干 是一个纯千冠 小金珠 我也是属租的 我把这个小金珠 送给我老婆单单 花了几十块钱买的 不值什么钱 因为我现在 我觉得我要放下我的面子 有多大能力办多大的事 我有钱了我再去 买买昂贵的东西 我老婆喜欢手桌 我到时候买个手桌给我 我把小金珠送给你 我老婆你能挣钱 你也希望你能存钱 好 带领我们家走向繁荣富强 带领我们 好 谢谢老公 谢谢老公 因为我女儿也是属猪的 我小女儿 一家的猪啊 你是那年 我是86年 我是老虎 86年 虎啊 嗯 没别再说的了吧 没有 谢谢孙老师 啊 行吧 谢谢图里老师 谢谢三位老师 谢谢观众朋友们 祝你好 祝你们幸福啊 再见 谢谢 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 接下来是谁 不可以时刻的混乱到底 如果没有你家会面支持 我也什么都不是 我从今 我认定了 至于被总的不会变了 好吧 如果你也有对不起或感激的话 想要做说 也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分享你的故事 我们下期见目 会见得散